POP追星导航 是导致两人分手的小王 C道今天在脸书上说 我们应该懦懦地接受一个是非编导的事件吗 他不愿意 并且说这个世界发生的坏事还不够多吗 希望大家祝散不怨不虚也不要造念 上座才子小雨汉温暖西哥基奖美琪小美 两个人先在7月13号晚上7点半举办音乐位 两个人笑称首次合作是空前局后 音乐会上除了会演唱各自的歌曲之外 也将合唱多首经典歌曲 小美和小雨笑说 彼此的共同点除了爱音乐之怪 就是娱乐圈里没有什么好朋友 小雨也夸赞小美的声音 不但温暖而且无可取代 小美则是认为小雨的音乐能量无限 合作会激起新的火花 好远了拉扩秀 4月24号开始售票 一人赖亚烟是导演九把刀 第一部电影爱到底之三转有戏女主角 近日九把刀宣布将会开拍芯片功夫 虽然牛只角设定高竹生 蓝牙也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演出功夫影片 廖言担任寡养品广告代言人 除了数百万元代言酬劳 她最开心的是产品使用无上限 因为妈妈和自己都是产品的爱用者 谣官团体联合公园8月17号将再度来台 在台北手机站开场 让粉丝和偶像距离更近 曾经三度来台的联合公园 每场演出都造成场馆水泄不通 台下乐迷即使距离古台遥远 依然最新音乐当中 电影超人钢铁英雄公布最新预告 当中揭露超人胸孔的S 其实带的就是希望 颠覆过去一般观众主观认为 S就是超人的意思 以及和克星以及地球两个父亲之间 令人动容的傅子琴 导演杜琪峰打进大陆市场的独占票房火红 以及将近6亿台币电影叫好叫做 同时在法国伯纳惊悚影展 获得最佳影片大奖 为了向台湾观众推荐 杜琪峰24号将和打党韦家辉 一级独占他签下的新爱将小太阳钟翰良 在台湾独占上映早市 以上运动新魂 由林宇杰 兵器播报 本上9点半 请继续收听新魂